這個成功機率太低了 微商盤現在要這樣起 起牌難度很大 如果說今天你叫我重新 比如說我把整個冠軍重新打掉 我重新起一個新牌 我冠博都沒有十足把握 因為我知道 當初有沒有運氣 有 有沒有彩帶的時代瘋狂 有 可是現在還是那個瘋狂 任何人都可以做 可是前提是 你能不能賺到錢 你能賺多久的錢 如果你只是想開一槍打一炮 啊那你去賺什麼 代工廠最喜歡你 對不對 你生產不要多嘛 500盒1000盒就要賣 你也可以賺小錢 可是你能持續嗎 你幹得贏我嗎 我下半年要投5000萬的廣告費 你能投多少錢 還是那個老話 你要打贏我的錢 你是你要比我更賺錢 我賺5000人 賺1億 對不對 你要幹1萬部 你要賺10億 可是你願不願意賺10億 大家看著 啊這個模式我知道嘛 就是分好幾階嘛 就是這行業已經很內卷了 不一定是保健食品 化妝品也好 你除了去做全通物的推廣 嗯嗯 那你別無談 客人說老闆不願意啊 做實體行業的風險很大 投資也很大 以前賺錢不是因為 任何人都可以拿 關鍵是沒聽過啊 最後還是 消費者的認知 嗯 你能不能進到他的心智裡面 你進得去 你就能站穩一點講話 你不是全贏 你不是全拿哦 嗯 蘋果也沒有全拿 還有三送嘛 只是你能不能贊助這個份額 很多人最後份額站不住 最後還是走了 剛才隨隨便便 現在至少超過30個品牌 所以你看我為什麼一直投資在品牌 投資在公司 投資在財產 投資在產品上 而不是只是想獲利了解 太多老闆就是哎呀 賺了錢然後就走了